透口店的人文台式是800款 好玩好吃的都有 其中全台湾第一台Pizza的车 就是为家担心的 老板原本是在做工程师 机会之后才可以做Pizza 而且已经是 从自己的烈心到你在食材当中 从最好的美食赛到人家的面前 让他们感受到 摸摸新的美食 现在在路边都会常常看着Pizza车 但你敢知道 台湾第一台就在透口店担心的 因为老闆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够做油 所以就失掉原本工程师的套路 到来先来做Pizza 然后当初因为上一份工作 想要自己自由一点 不喜欢受拘束 所以我就想说 想要创业 那要创什么业其实 我也不知道要创什么业 就想说我曾经在国外看过 类似的车子 然后就把工作辞掉 整整一整年时间都没有工作 在家里研发这个 因为高峰就在透口店 而且加年的年纪会也已经有了 所以老闆利用自己的时间 回来买Pizza 不然可以照顾家来的时代 也顺势让这些乡亲有好好吃到 因为我刚开始我不知道 然后我吃第一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食材对我来讲 真的非常棒 然后我就一直吃一直吃 味道很好 很顺口 皮脆酥脆很好吃 对 回来土库卖Pizza 虽然讲卖Pizza 其实主要目的是想要陪陪家人 因为爸爸妈妈还住在这边 我能够卖一个就是多赚一个 然后主要是陪陪家人 那我每个礼拜可以见好几次 我的爸爸妈妈 所以我的出发点是这个 赚钱是其次 乐在其中是老闆一直坚持的信念 中心已团购食材上面 才可以让国家吃了欢喜 我认为凡事都要乐在其中 不管做什么 我都乐在 就算我假日 我放假的时候 切木头我也觉得很快乐 很多客人问我说 你做了Pizza做那么久 你现在还会喜欢吃Pizza吗 我当然会喜欢吃Pizza 我自己不吃的东西 我怎么可以卖给别人 我觉得这个就是坚持动力 我坚持我自己想要做什么 我做我快乐的事情 我如果今天做Pizza 做得面奥面操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也觉得不需要再继续做下去 坚持自己的信仰 让客人感受老闆的日情 这也让脱口店 又团出准准温暖人心的香味 现在在北地唱布都